我们这家店的话 大概是18年的年底 本身自己比较喜欢中式 然后刚好又遇到一个这种比较流行 从去年开始爆发 到今年我们中式都是新国潮 都是比较火的 随着这个时间 就是感觉国货确实在兴起 所以我发自内心的 也会非常认可 旗袍这种中式的美 所以会选择拿它 作为人生比较重要时刻的 这样一件衣服 它这个服饰背后的这种 东方的美 这种优雅适有文化 附着在这个服饰之后的 因为现在慢慢年轻人 对中国的文化已经有自信了 他们说我是中国人 我应该穿自己的中装 中国它对这个旗袍 它有一些描述 旗袍内敛寒血温柔 却处处显示出富贵华丽的气责 它不张扬 却能于无声处发出角色风光 它不暴露 却只有一股掩饰不住的风情 服装上面能反映你社会的方方面面 也反映你个人的方方面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